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会掉落入泥土 在合适的温湿度下 就会生根发芽 这就是红树林的胎生繁殖 一早 47岁的戴振华 来到光西千州市孔雀湾 这片红树林生长的区域 查看红树林宝宝们的生长情况 从2018年开始 戴振华和他的团队 领命对红树林进行保护和生态修复 因为青州这个地方是一带一路 西部落海新通道的节点城市 然后我们领命了 国家自然自然部的 这个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一项工程 就是对整个红树林生态体系的整治 除了胎生 红树林究竟有何特别 需要保护并展开生态修复呢 明明是绿色的植物 为什么被称为红树林呢 红树林体内含有丰富的丹尼山 表皮剥落之后 遇上空气立刻氧化就变成红色 所以我们叫红树林 通常 在热带亚热带的海边潮尖带 生长着成片的红树林 绵延数千米 它们是白鹿七夕繁殖的首选 是鱼虾瀉天然的庇护所 维持着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生态平衡 在朝掌朝落间 红树林的树冠露出海面 与民亲切地称它们为海上森林 不仅如此 红树林还有海岸卫视的美誉 红树林是海岸卫视 它能够抵挡这个海啸 尤其像04年那个印度的海啸 就是有红树林的地方相对就遭到破坏很少 这就充分证明了我们海岸卫视的作用 2004年12月26日 印尼苏门达拉岛附近海域 发生超过8.9级地震 并引发海啸 造成印度洋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20万人死亡或失踪 然而在这场灾难中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色纳尔索普渔村 距离海岸近几十米远的172户家庭 却幸运地躲过了海啸的袭击 原因是这里的海岸上生长着红树林 红树林究竟有何神通 能抵御台风海啸的侵袭呢 因为红树林的根系比较发达 它扎入那个泥土里面很深 对海浪冲击包括海风的抵挡能力 削减能力还是很强的 一些海边的渔民 就是依托这种红树林的在外面的防护 然后在背后做了承诺 这都是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红树林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宝库 更是被称为绿色长城的海岸卫视 自阳守护着一方水土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 由于对红树林的生态价值认识不足 青州市孔雀湾的红树林惨遭破坏 部分成片的红树林死亡 裸露的贪图泥沙堆积 以不见鱼虾蟹的身影 很多鱼汤虾汤原来本身就是红树林 当地的臣民就在旁边进行一些 虾汤鱼汤的养殖 包括飞水的排放 包括垃圾的地方 就让红树林慢慢地退化了 就整个生态体系遭到了一个破坏 数据显示近50年来 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红树林 因危害造田 危堂养殖 砍伐等原因而消失 近些年 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高度重视红树林的 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 经过实地调研 戴振华他们计划对千州市孔雀湾 11.72万平方米的红树林 进行生态修复 种植超过30万株 红树林幼苗 然而在海边摊土上种树的难度 远超工程师的想象 多可惜啊 这么大明天 没办法去保证他的这个存活什么 眼前竹牌村这片海域 种下的红树林幼苗 极易被暴雨冲走 很难存活 这让戴振华犯了难 下一次大雨 就会把我们幼苗冲的部分 成功率达不到50% 我们原来老是觉得幼苗冲啊 让我再补种吧 我总有一天我会把它种活 冲过两三次之后 我们发现 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为什么种植在这片摊土上的小树苗 这么容易被冲走呢 一早 戴振华来到摊土边 查看小树苗被冲走的原因 他发现 眼前看似平静的长潮 却暗藏玄机 我们现在看的是 我们这个海域正在长潮 我们今天的潮差超过了5米 然后下面还有暗流在溶动 而我们幼小的红树林的根系 还没有完全扎入泥潭之中 在这种环境下会连根拔起 甚至被冲走 为了提升红树林幼苗 在摊土上的存活率 戴振华来到了红树林的育苗基地 他希望挑选出更健壮的幼苗 能更好地抵御潮水的冲击 可以在摊土上扎根存活 这是我们的一个红树林的育苗基地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一共大概入了3万株的红树林的苗 长得一年半 整体上都长得比较好 我们心里的话也很高兴 很欣慰 然后我们这个红树林的苗 长到30到40公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移植到海边的摊土上去 然后我手上拿了一个红树林的苗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根系的话 已经比较完善了 然后这样的话 它在海边的摊土上 就比较容易成活 戴振华他们挑选了 生长期超过一年半的幼苗 苛刻健壮 根系更加发达 种在竹牌村的摊土上 眼前心中的数千株红树林幼苗 能在摊土上扎根存活吗 来阵华心里也没有底 来到了台风暴雨频发的季节 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有6至7级 大风 阵风8级 天气预报的台风预警 让戴振华更加忧心不已 心中下的小树苗 能抵御台风的侵袭吗 预计以低压中心将缓慢 台风暴雨后 带阵华急忙来到退潮的摊土上 台风前捕中的小树苗 基本上全军覆没 被海浪连根卷走 探土上七零八落 散落着几株小苗 这让它揪心不已 本来我们培养一棵 红树林的幼苗就不太容易 那么大面积一冲了之后 我们当时心情确实是比较沉重 这个事情对我们的考验 并不是说苗冲走得这么简单 那可能导致我们整个方案 最终能不能落地成形 我想到的是这一点 掌落潮 树 暗涌 台风 暴雨 都是红树林幼苗在摊土上 榨根存活的杀手 带阵华他们希望 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确保幼苗在摊土上 榨根存活 红树林的生态修复 才有成功的希望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筑坝的形式 来降低这个海水 对这个摊土的冲击 像我们在海边经常可以看到这种防浪堤 绵延十千米的红树林探土 能否建一道防护堤 来抵御海浪冲击 帮助小树苗 扎根生长呢 直接住坝的话 就隔绝了两边那个生态交流 所以导致它整个的环境啊 环境保护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我们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 我做过防浪堤或者住一道坝 就像我们农田一样 我把田做过田给你之后 我在里面种水稻的话 可能就种起来 但是这个红树林跟海水 它就有一个生态交换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住了坝之后 这个生物它进不来 然后我们的海水潮涨潮落啊 这种水质啊 都不能有效地交换 这可能也不行 修建防护堤不仅成本高 且阻挡了海水的生态交换 也不利于红树林的生长 这该怎么办呢 眼前这些木桩 就是工程师找到的解决办法 我们传统的木桩 在以前的年代的话 都是在那个像长江啊 包括湖的那个大气上 做一些加固的工作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术 我们是不是能够创新地移植过来 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两侧 为了防止滑坡水土流失 通常会使用松木桩进行雇堤 松木含有松枝 在水中能抗腐蚀不开立 将松木桩一根紧接一根 种在河堤上 相当于在河堤下方 形成一道挡墙 然而 海边滩涂上每天都有涨落潮 其施工要求 环保污染 机器设备没有用物之地 木桩该如何种在滩涂上呢 高压水枪是摊涂上种木桩的得力助手 工人搬运木桩 利用摊涂退潮的积水 使用高压水枪在摊涂淤泥中打孔 孔洞深度超过两米 再种上木桩 六人小组 每种一根木桩 仅需两到三分钟 施工简单且高效 按工程师的计划 这片摊涂虚种下超过一万九千根木桩 高度超过一点六米 分三排 距离为一千四百米 就能有效帮助红树林幼苗 抵御海浪的冲击 那么 眼前的木桩 削浪的效果 究竟如何呢 这些再次补种的红树林幼苗 是否能在这片摊涂上 扎根存活呢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朝掌朝落 每天都在这片海域上演 掌朝前 鱼虾蟹都躲进自己的家里 以免被潮水冲走 不到十分钟 潮水已经淹没了这片海域 还在继续上涨 防浪庄处的最高水位 超过一点二米 新种的红树林幼苗 全部被海水淹没 防浪庄的削浪作用 能达到工程师的预期吗 红树林幼苗在防浪庄的庇护下 能在掌落朝下 安然无恙地 榨根存活吗 超水再逐渐退去 一个半小时后 先种的红树林幼苗 除了一两颗被潮水冲倒 在防浪庄的庇护下 一颗颗昂首挺胸 迎风而立 经过工程师团队的努力 在竹牌村的摊土上 人工补种了 25万平方米的红树林 存活率达到80%以上 5到10年后 这里将成为海上森林 小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吗 大家看看这个红树林的种子 像什么呢 每到周末 戴振华还客串讲解员 给研学的学生 讲解红树林的知识 所以我们红树林叫 海上森林和海岸卫视 不仅如此 工程师团队还设计建造了 红树林海洋生态科普馆 创新设计的互动展板 小游戏 让孩子们不断探索发现 边玩边学 寓教娱乐 同时孩子们还能亲手种下 红树林的小树苗 守护红树林 保护生态环境的种子 也在孩子们的心里 生根发芽 我是红树林宝宝 刚晚一岁 我就喜欢跟跳跳鱼 小螃蟹一起闻 还有听白鹿讲天上的故事 我可喜欢听故事了 爸爸妈妈给我讲人类朋友 保护我们的故事 他们还告诉我地球是我们的家 等我长大了就会变得可强壤了 就能保护我们地球家人 可是怎么样才能快点长大呢 你们能告诉我吗 如今 有海岸卫视美誉的红树林 也被称为植物界的国宝 近年来 国宝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 进展如何呢 创新进行时 马上回来 在全球红树林面积 以每年1%到2%的速度 减少的背景下 我国却成为少数几个 实现红树林面积正增长的国家之一 数据显示 我国红树林面积 已达2.92亿平方米 比21世纪初 增加7200万平方米 预计到2025年 我国红树林面积 将达到3.6亿平方米 我国红树林生态修复 已颇具成效 为持续构建 绿色生态地球家园 做出积极贡献 探索出中国特色 红树林保护新模式